星載銀行你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這麼多的卡片全部改惡 市區停車的門檻也改惡了 如果你要累積滑航里程 千萬不要用星載的卡片 嗨我是寶可夢 你看我手上有這一堆星載信用卡 既然在2025年全部改惡 全面改惡的情況之下 到底消費者該怎麼辦呢 趕快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解析影片吧 首先呢我們來分享 最多人持有的星載ECO系列卡 這個呢也是花旗 原本花旗的信用卡轉發過來的 都是ECO系列卡 這個星載ECO永續卡呢 在2024年的權益呢 是不分海內外呢 都是有1.5%的現金基點的回饋無上限 但是從2025年的1月1號開始呢 它就改惡了 就改成了1.2%的現金回饋無上限 所以呢就少了0.3% 我覺得最慘的是這張 星載ECO永續集檢卡 這張卡片呢 它原本是花旗的現金回饋Plus卡改發的 它本來就是2%回饋嘛 國內外 然後就可以算個400萬 第一年還可以喔 但是第二年呢 從2025年開始 它就改成只剩下1.2%的現金基點回饋 這怎麼玩呢 我覺得3次改太多了 它就是砍了四成 只剩下原本全益的六成而已 而星載ECO永續系列卡呢 它的海外加碼最高有5%回饋 這一點還是有延續的 不過呢 因為它的基本回饋為1.2% 就是原本的1.5% 調價為1.2%嘛 那它現在額外加碼的部分 就用3.5%到3.8% 不過呢 它原本是上限1000點 那現在調價為800點喔 所以回推呢 你原本可以大概刷個27000左右的 現在大概21000左右就額滿了 所以呢 它真的是變相的在縮損 而海外指定加碼的5% 這個國家也是有改變的喔 比如說你這張星載ECO永續極簡卡 跟這張星載ECO永續卡來做比較的話 你會發現極簡卡它少了歐洲通路 所以你只剩下這一張就是ECO永續卡 能夠有日本 韓國 泰國 新加坡 然後還有美洲跟歐洲的通路 那這張卡片硬是就少了歐洲的通路 所以你要不要用呢 我個人覺得它其實就沒有什麼必要使用啦 星載買了花旗真的不見得是一件好事 就是改了又改改了又改 權益真的是越改越來 這讓人家覺得啊怎麼會這樣子呢 星載銀行啊 他深深的知道說 他只要這樣改的話就被罵翻 所以他後來有參考了其他銀行的這種什麼 財管戶的活動 來做了一個行銷加碼 他有兩個等級 第一個等級呢 就是你跟星載銀行往來50萬 這個日均有50萬 就是你要放50萬在那裡的戶頭都不要動 那麼呢你就可以拿到1.8%的加碼 所以以這個星載Eco永續卡的回饋來講 就是國內外有3%回饋 那麼海外的指定通路有來到了 就是6.8%的回饋 那這個額外的1.8%回饋價碼上限為300 所以回退一下大概刷16666元 每個月就到頂了 超過的話就是原本的回饋 我個人覺得放了50萬 但是回饋加碼才多這一點點 感覺上有點不是很值得啊 第二個權益等級呢 就是你跟星載銀行往來的日均有達200萬到3000萬呢 你就可以拿到指定行動支付的4.8%加碼 所以等於是你的國內外的這個回饋 至少有6%回饋 那麼指定國家的消費呢 最高來到9.8%回饋 但是他這個額外4.8%的加碼 就是只有600每個月而已 所以回退一下你每個月大概刷個12500 他就封頂了 你想想看有這麼多錢的人刷卡大戶 怎麼可能一個月只能夠刷個1萬塊 他就沒了 所以這對我來講呢 真的也是就是算把它一點點而已 提醒注意事項喔 這個活動集聚啊 一個是50萬一個是200萬到3000萬 你只能夠選擇一個參加 如果你符合這個回饋比較高的 回饋比較低的就沒有 所以他不可能讓你就是全部通拿 那還有就是星載ECO的所有系列卡 身份證歸戶只能夠拿1組而已 所以你不可能說 欸我有一張卡我就參加一次 我有4張卡我參加4次 那真的是不好洗啊 當然銀行不可能會讓你這樣賺嘛 那第二個呢 他的指定行動支付有什麼 有Apple Pay Sansom Pay Line Pay跟接口 所以如果你常常在這4大通路裡面 就刷卡的 其實這個活動你還是可以考慮參加一下啦 接下來要分享的是飛行世界卡 或者是飛行世界商務卡 他呢 從2025年開始 他的國內消費 所以由18元1禮調升為20元1禮 他就是改2了 你想想看 20元1禮 20元1禮你為什麼不用HSBC旅人輕旅卡 他這個不用繳年費 直接就20元1禮了 就跟這張要繳3600年費的 居然累積里程的比例是一樣的 但重點是HSBC還可以換15家 韓包公司 這個只能夠換4家 而且滑韓還比較爛 我覺得一定要用嘛 重點來了 你的這個年度續卡裡呢 在今年 2024年年底以前呢 他送的是5000積分 或者是那個 好禮二選一 明年開始呢 他就只剩下3000積分而已 我就覺得這差很多耶 所以你如果要繼續用這張卡片呢 你要不要考慮就是 轉台啊 換個東家這樣子 講完了飛行世界卡 這個飛行太晶卡 也是不遑多讓的改惡喔 這個呢 30元1禮已經很糟了 結果你知道嗎 從2025年1月1號開始 他居然改成國內 35元1禮 天啊 30元1禮都已經沒人用了 35元1禮真的還會有人用嗎 你不如使用免年費的旅人輕旅卡 他就是國內外20元1禮 不是比較划算嗎 接下來呢 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很慘的消息 就是市區停車的門檻也改惡了 通常啊 大家會辦這個飛行世界卡呢 最主要都是著眼於他就是 前月消費5000 然後次月呢 就是6日都可以各停4個小時的 這個中興多多房跟台灣連通 但沒有想到從2025年開始呢 就是豬羊變色 變成怎樣呢 就是你的新增消費門檻 一口氣調成4倍 變成2萬塊錢 天啊2萬塊錢 我幹嘛用這張卡片 就是跟廢了一樣 所以如果你有豐盛無限卡 然後飛行世界卡 飛行世界少物卡的人呢 你更慘了 為什麼 因為你不能夠停4個小時 你只能夠停2個小時而已 所以從2025年開始 我剛剛講到這三張卡片 前個月刷2萬 4月6日只能夠各停2個小時 變更爛 這門檻這麼高 到底是要用嗎 如果你持有新展銀行的頂級卡 比如說極要無限卡 或者是飛行世界之級卡者 他送的這個環宇通關禮遇呢 他原本是一年檢核一次 那現在改成半年 就是7月一次 然後1月份一次 然後呢他會在4月的月底 把這個符合資格的部分 然後結合你的年消費 是否有達100萬 他就會把這個 使用次數就寄送給你 所以這個是他有做調整的部分 之前講的這些都是產品的權益 他除了產品權益有大動刀之外呢 另外一個更慘的就是 他的這個積分 點數還有里程的部分 也通通有改額 比如說我們累積的這個現金積點啊 他目前現行是每100積點 就可以兌換100元刷卡記 但他現在已經改成每300積點 才能夠兌換300刷卡記 所以這一點呢 會對於一般小資族 常常在刷卡累積的人來講 會差蠻多的 怎麼說呢 比如說2024年的新展ACO卡是1.5%回饋 你大概只要刷6666元 就可以累積到一組100元的這個積分 然後可以兌換100刷卡記 但是從2025年開始呢 你換了新的權益就是1.2%回饋 那麼你就得刷到2萬5 才能夠累積到一組300點的積分 那你才能夠兌換300元的積分 所以等於是你的這些小額消費 你平常所累積的這個 就要累積到很長一段時間 你才能夠把它兌換掉 這對於消費者來講呢 其實我覺得是蠻不公平 你以為就這樣而已嗎 沒有 比程卡改得更慘喔 比如說你如果用這張卡片來累積 長榮 新航 然後亞洲萬里通的話呢 它以飛行世界卡是18元累積1里嘛 那你大概3000里左右就可以兌換一組 那這樣子的話你大概刷5萬4就可以兌換一次了 對不對 從2024年開始呢 你的飛行世界卡累積 你長的比例是20元1里 然後你得累積到6000點的積分 你才能夠兌換 就是一組6000里的里程 那這樣你就得刷24萬 才能夠兌換一組 所以5萬多跟24萬是不是差很多 所以它的兌換門檻整個拉高非常的多 如果你要累積滑航里程 千萬不要用新航的卡片 因為它的累積比例是初期的爛喔 它的那個兌換比例不是1比1喔 是2比1 就是2點的飛行積分才能夠兌換1里 那麼它2024年的兌換比例呢 就是以3000為單位來做兌換 那麼它從2025年開始一樣改成6000為單位喔 你不要忘了 2024年飛行世界卡是18元1里 2025年呢就變20元1里 然後要得累積6000的積分才能夠兌換進去 哇這個比例算下來呢 你大概是每24萬元才能夠兌換1組喔 是超級超級不划算的 如果你持有的是最頂級的機要無限卡 年費36000的喔 那你要特別去注意喔 它兌換滑航的里程已經正式改二了喔 從2025年1月起呢 它原本是3點活力積分兌換1里的滑航里程 現在改成6點的活力積分來兌換1里的滑航里程 也就是說你原本是15元就可以累積1里 它現在變成了30元才能累積1里 天啊你繳了36000年費 但是你拿到的比例 居然比HSBC的輕率卡還要不如 怎麼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呢 如果你持有的是星載Everyday的威視預期卡 某些指定卡號的卡別 請你要特別去注意喔 這一整組的卡費都爛了 千萬不要用 為什麼 因為它兌換華航跟兌換其他航空公司 長榮 新航 然後亞洲外里通 都爛得一塌糊塗 你都要得刷60幾萬到40幾萬才能夠兌換一組的里程 我覺得這真的是太誇張了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們旁邊的表哥 這麼爛的卡片呢 千萬不要把它拿來兌換里程 因為你真的會吐血 你真的辦一張免年費的HSBC旅程卡來用就好了 這些卡片真的我覺得拿累積里程 真的是超級超級不划算 林林總統講了這麼多 這些卡片的權益改這麼爛 該怎麼辦 如果你真的想剪卡的話 我跟你講 我不會懶你 那他們這次的條文也有更動了 我覺得很有趣喔 他們之前是寫說 如果你要把卡片剪掉 你必須把卡片真的是剪斷寄回 然後他們才會幫你受理停卡 那現在在條文有改了 你可以看我旁邊寫的 你就是只要打電話跟他講說你要停卡 那就幫你停掉了 所以他非常貼心的幫大家把條文更正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不喜歡這些權益改二 請你直接超級電話跟他們講你要停卡 這樣就好了 那你把卡片剪掉之後你要用什麼卡片 不用擔心 我已經為大家準備好了 這個2025年的搶先剪卡排行榜 我在10月25號的下午6點 我就會發布電子報來提醒大家通知大家 如果你想要看的話 請你現在馬上訂閱我的電子報 免費的 然後你就可以在10月25號收到了 如果你看了這支影片已經超過這個時間點了 沒有關係 也請你努力的加入我的LINE社群 我的LINE社群裡面 我會陸續的更新這些電子報 你就可以重複的去觀看 好我們回到正題 如果你想要用現金回饋的話 我建議你使用永豐套卡 永豐套卡其實我在幾年前就跟大家做過分析跟分享 其實這幾年他們走過來始終如一 他不是全台灣前五大銀行 所以他不太可能有這種集起加碼 集起跌落的情形 他反而是很穩穩的走 雖然說是略有縮水 但是他這幾年的回饋其實都蠻持平的 至少我常用的這個大戶卡 如果你先用這張卡片上車 我覺得這是比較划算的 那永豐大戶現金回饋預期卡呢 這就不用講 他的指定通路 在海外比如說飯店 旅行社 這些旅遊類的刷卡消費 都是有到最高8% 雖然說上限低了一點只能刷個6000塊 但我覺得其實已經算是很好用了 所以喜歡現金回饋 白花花現金入帳的這張卡片你一定要持有 永豐Sport卡就是我的Apple Pay神卡 綁定上去之後每個月5000塊以內都可以拿到7%的封點 那他就可以折抵次次月的賬單 用100封點折抵100刷卡金 其實我覺得就很好用啊 每個月Apple Pay就是用他刷就好了 那前提就是你必須要有運動數據 每個月有1萬卡路里的消耗 或者是你有這個Apple Watch 就是圓滿畫圈 就是三個圈 一個月有10次 你就符合這個資格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算是蠻簡單的 你只要有運動有流汗 其實你就可以拿到這個回饋 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啊 那另外呢 我要再特別的分享 就是這張永豐永傳世界卡 我從今年年初拿到現在大概有10個月了 其實這張卡片呢 他的取得門檻真的蠻高的 就是你要跟永豐往來3000萬 就是如果你是新展機要無限卡的10卡者 你要不要考慮過來這邊 因為我覺得你的錢放進來就可以符合了 那年費24000呢 是不可以減免的 不過呢 他也比機要無限卡的36000年費 還要再便宜了12000 我覺得真的是很超值 他光是兩人五折的餐廳就有56間 我幾乎每個週末都會去吃喔 對我來講的話 你看我這個IG線路上的分享 你就知道 這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除此之外呢 如果你喜歡去海外奢華定房住宿的話 其實這張卡片 他跟WARTA Lifestyle來做合作 也是有提供 就是很完善 幾乎不會輸美國運動千帳白金卡 所提供的這個FHR服務喔 像我自己本身的話 就是今年6月有去這個法國嘛 然後有住這個洲際大飯店 在巴黎市區的 甚至還有去曼谷博業酒店 然後還有就是高雄洲際 我都是請WARTA Lifestyle來幫我預定 其實他的服務都非常非常的好 對我來講呢我覺得非常的享受 所以如果你喜歡奢華定房 然後想要吃美食 或者是住宿有優惠的 其實這張卡片 他們真的很用心在經營 甚至連第三季 都還有在更新名單耶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做得比新展好很多 所以呢 不論是普通的卡片 一般小隻組可以上車 或者是這張頂級的卡片 我覺得永鋒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其他銀行真的要參考一下 如果你是累積里程一組的 比如說你擁有飛行世界卡 或飛行世界自己卡的 我非常建議你趕快拖坑跳槽 來HSBC吧 HSBC目前的權益呢 從7月1號公佈到明年的6月30號 通通都沒有變 無線卡的權益呢 從今年7月1號延長到明年的6月30號 它的切點就是每個每年的7月 這很神奇 但是呢 它的權益都沒有改變 你可以兌換15家航空公司里程計畫 然後它是每18元累積一里 國內的部分 海外是10元累積一里 無上限 年費8000塊有一點點貴 它送你4趟機檔接送 跟8次的環亞貴賓室 沒有龍騰有點可惜 但是聽說他們明年要把權益改優欸 所以這讓我非常非常的期待 那我們這邊其實有上千人 真的很多人上車來辦HSBC卡了 如果你本身還在猶疑不定的 拜託你趁這個機會 趕快上車了 因為這張卡片真的它權益比較好 而且你真的用的比較舒服 真的 唉跟星展比起來 我真的覺得HSBC真的比較好一點點啦 另外一張卡片我推薦的是 這張Life Class卡 這兩張卡片的套卡跟使用規則 我將來會再做一個完整的介紹 但基本上呢 這張卡片可以享有 最高5.88%的現金回饋 我去日本吃飯都用這張卡片 相當於8.5元累積一里的里程 搭配這一張海外10元一里 那國內18元一里 真的是打遍天下無體手 這就是我的里程神卡 就是我的寶典啦 提供給你參考 星展銀行你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這麼多的卡片 全部都改惡 這真是讓我實在太吃驚了 好多的記者朋友 然後還有這個電視台記者 都跑來問我說 唉為什麼今年年底 這麼多銀行的權益改惡 那星展最誇張 真的我真的是無法想透 因為他花了好幾億 然後把這些花期的客戶 通通都攔進來之後 只有一年 一年而已 馬上就全面改惡了 真的有這麼缺錢啊 對啊你現在是還有在做其他購弊案 或者是要推出更厲害的卡片嗎 都沒有的情況之下 怎麼會所有的權益 通通通通通直縮水 這實在是太令我匪夷所思了 那也有很多粉絲跟我反映這些事情 就是說到底要不要號召檢卡 然後讓銀行來知道說他會痛 可是我說真的沒有用啊 因為對他們來講的話呢 他的回饋率每條降0.1% 他就可以省下好多的支出 為什麼 因為大部分的人 都不會去關注這些資訊 權益變爛了 他也是默默的使用 看我們這支影片的 我相信不會超過10萬人 所以剩下的人 花期有300多萬卡有 都沒有人去判到 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情 那怎麼辦呢 就是默默的用啊 真的非常的可惜 所以我還是要盡我所能 在我的社群平台上面 提大家發聲 讓所有人去看到 說這個權益已經有改變了 你最好是趕快換一張卡片 不然的話呢 你的權益就會慢慢的縮水 真的是非常的可惜啊 最後總共一句啦 如果你想要了解 2025年的搶先剪卡排行榜 請你趕快登記我們的電子報 我們的電子報的連結 就在下面的資訊欄 你就趕快點上去填上你的資料 你每週都可以收到 我熱騰騰的 這個最新的信用卡資訊 還有我們有額外加碼的活動 我通通都放在裡面了 只有收到電子報的人 才能夠參加我們的活動加碼 非常歡迎你趕快上車 如果你身邊也有親友使用 新展信用卡 而且還不知道他的權益改惡了 拜託你趕快把這支影片分享給他們 然後記得要按讚留言訂閱喔 這樣子呢 可以讓我們這個信用卡社群 更加的壯大 讓我來為大家發聲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一個見 掰掰